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身在大山之中 但是黑夜里的灯火是那样的耀眼 竟是盖过了天上的繁星 令人心生感动 石家村肯定不止石家人 从大道通往大山澳的道路上 那些在天旁全盼的农户便远远不止石家 那些农夫也不是真正的农夫 而是用来阻断大山内外 保守山中秘密的巡视者 半嫌能够穿越这些防线 轻而易举的进入石家村 那是因为这些防线 这些在安全上格外细密的安排 本来都是他一手做的 集合了监察院二处和六处 无数官员图纸智慧的防守安排 确实十分厉害 当然 半嫌在做计划的时候 监察院的官员们都只知道一些片段 而根本没有想到 这些图纸在大陆的东北方 竟然在一个小山村的外围变成了现实 沿着山间的小路向上走去 刚刚行过一方池塘 就看着那些密密麻麻 错落有致的建筑群 在星光下袒露了真实的容颜 半嫌心头微动 驻足于此 暗自感慨 心想即便是有外面的人们偶尔误入此地 只看外方的建筑 恐怕也只会认为是某个大富之家 在山中修的巨大庄园 他一停步 身形便显露在月光之下 然后便有十几把弩剑 从黑暗里探了出来 对准了他 半嫌低着头 将自己的容颜引在黑暗之中 又将背后的连衣帽掀了过来 遮在了自己的头上 才取出腰间的一块小令牌 对着那些杀意森然的弩剑亮了亮 一个长弓模样的人 从黑夜里走了出来 小心翼翼地靠近了范贤 结果那块小令牌认真的看了许久 才挥了挥手 让身后黑暗里的那些弩剑消失 长弓在前领路 领着范贤绕过那些庄院之间的轻蚀道路 来到一处偏僻的地方 确认了四周没有什么别的人住室 这才双膝跪地 跪了下去 激动说道 参见提示大人 范贤微笑看着他 这位启年小组的第一批成员之一 也是当年王启年帮自己收纳的好手 已经两年多未见 这位密探明显没有想到 小范大人会忽然出现在十家村里 激动难易 这几年辛苦你了 范贤看着那个长弓说道 我来的消息 暂时不要透出去 先带我去瞧瞧几位老掌柜 是 长弓低身恭敬行礼 忽然开口说道 老大人前两天也来了 范贤心头一惊 问道 什么时候的事 八天之前 快带我去见他 两个幽暗的身影在星光的陪伴下 在十家村的建筑群里穿行着 范贤忍不住用余光打量着这些与一般民宅高度有益的建筑 看着那些特意设计的门窗以及通风设备 暗自想着 不知道里面是空的还是已经布满了物事 虽然这方村庄里的一切都是经由他提供的银子 一点一滴建成 但毕竟干系重大 所以这两年里范贤与这里一切都割裂开来 包括他在江南最忠诚的那些部署 都不知道他在大陆的某个角落里居然藏了这样一个村庄 这也是范贤第一次亲自来此 所以内心在感动感怀之余也不禁有些好奇 不知道那些人 那些银子 那些图纸汇合在一起之后 两年多的时间 究竟将这村庄变成了什么样子 二人行到村庄深处的某间小院里 房间中还亮着昏暗的灯光 映得范贤的影子十分瘦长 打在尸阶之下 范贤对那名起年小组密探 轻声说了几句什么 那名密探笑了笑便退了出去 并没有安排什么人来此地看护 如果真有人能够深入世家村 威胁到小范大人 那么再派什么人来也是多余的 范贤在房外整理一山 走了进去 对着书案后方 那位面向中正严肃的中年人 双膝跪下 行了一个大礼 成声说道 孩儿见过父亲 退任的户部尚书范贤 没有在丹州城内孝顺老母 写柳氏游海 却是出现在了东夷城与北齐结合的 这个小山村里 这真是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画面 范尚书看着身前的儿子 心头的惊讶一律而过 马上变得复杂起来 温和一笑将他扶了起来 负责二人两年多未见 本也当得起范贤这个跪拜之礼 只是前尚书心知自己的儿子 并不是一个喜欢贵人的角色 从这一跪之中 也约莫察觉到了一些什么 只是范贤没有开口去问 范贤也没有说 自妹妹的口中 以及当年的故事之中 自己已经猜到范府 为自己的生存 曾经付出过怎样惨痛的代价 父亲 你怎么自己来了 范贤将父亲扶在椅子上坐好 看着父亲头上的那些隐隐白发 心中不禁唏嘘起来 算着年辰 父亲也应该在家乡养老 只是因为自己的事情 这两年里还是累着老人家了 尤其是父亲亲自前来石家村 令他感到十分的诧异 范贤微微一笑 说道 为父虽然人在丹州 也可遥控此地建设 但是三年来日积月累 水滴失川 石家村的准备工作 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如果你真有此地重修一座内裤的魄力 我不来亲自坐针 是无论如何也不放心的 第二座内裤 原来这座偏僻的石家村 竟承载了范贤如此大的野望 打从京都叛乱时起 范贤便暗中营救了好几位庆渔堂的老掌柜出京 加上他主持内裤极酒 早在几年前便将民北地理的内裤技术 综要抄露了一遍 再加上他如今的财力权力 以及他这个穿越来的灵魂里 先天的东西 如果上天真的肯给他十年的时间 说不定他真的可以让这座偏僻的小山村 变成第二座内裤 内裤是什么呀 是支撑庆国三十年军力强盛的根基 是庆国皇帝用于补充国库民生的不尽源泉 毫不夸张的说 内裤就是庆国最强大的两大源泉之一 另一个自然就是皇帝陛下本身 可是范贤居然想在庆国之外 重修一座内裤 毫无疑问 这是范贤此生所做的最重大的决定 这个决定如果真的变成了很多年后的事实 整个天下都会因为此事而改变模样 而庆国再也没有孝傲世间的天然本钱 范贤究竟想做什么呢 如今天下大事纷繁 而且这件事情是动摇庆国国本的要害大事 所以这两年里 范贤与范贤负责二人 做得极为隐秘 进展也极为缓慢 只求不要引起天下人的注意 并没有奢求速度 如果将来在庆国的国境之外 真的出现了第二座内裤 不想而知 这会给庆国的国礼带来何等样强烈的打击和损伤 所以这件事情 范贤瞒着天下的所有人 只敢小心翼翼地与父亲在暗中参详着 您离开丹州久了 只怕会引出议论 范贤没有急着与父亲商讨第二座内裤的问题 而是微感忧虑地说道 范贤虽然已经老了 但看皇帝陛下借鉴杀人 图尽百余名虎卫的手段来看 陛下对于这位自幼一起长大的亲信伙伴 也并不怎么信任 想来丹州城内 一定有许多宫廷派驻的眼线 如果范贤没有甘心在丹州养老 离开丹州的消息 应该马上传回京都 你的监察院在丹州输了一遍 为父的人又输了一遍 范贤望着儿子温和笑道 陛下确实看上去不可战胜 但他毕竟不是神 他的精力有限 不可能掌握天底下所有细致出的变化 尤其是你又在暗中瞒着他 至于我离开丹州 本来就是去东夷城游荡 前任尚书的笑容 显得有些有趣 为父入户部之前 本就是京都出名的浪荡字 如今已经归老返乡 去东夷城这座繁华的地儿 画画美人 也是自然之事 陛下总不能因为这个原因 就大发雷霆啊 可是还是不妥呀 我只是偶尔过来看看 定一下进度 范贤看着父亲 在担忧之余 又多了一分歉疚之意 他本来就不愿意父亲 以及陈平平 掺和到这无比凶险的事情之中 只不过关于石家村的事情 一开始的时候 他根本毫无头绪 从一片空无之中 如何能够重建一座内裤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严道之为您播讲的 长篇穿越小说 《庆云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他不是母亲叶青梅 虽然手里有现成的 曾经经历过 民北内裤建设的 叶家老掌柜 手里也有一大堆内裤 各式工艺流程中路 甚至对于整座 民北内裤三访的设置 也极为的清楚 可是要新建一座内裤 他依然感到了迷茫和退缩 而范尚书 在离开京都的前夜 与他谈了整整一夜 解除了他很多的疑虑 当范尚书发现自己的儿子 借着长公主起兵造反之事 准备将京都庆余堂的老掌柜们救出去的时候 他就知道范贤的心里在想些什么 所以他开诚不公地对自己的儿子说道 再见 一座内裤 比你所想象的更要困难 这本来就是动摇清国国体 改变整个天下大势的大凶之势 那夜 范尚书语重心长地对他说道 为父本是庆国人 当然不愿意你这样做 但如果你能说服我 开始的事情 你可以交给我做 范贤那个时候 并没有想着与庆国皇帝陛下彻底决立 也没有想成为庆国的罪人 将自己长于私生于私的庆国陷入可能的大危险之中 然而 他依然下意识里开始挖掘庆国的根基 他说服范贤 只用了两句话 这不是内裤 这是母亲给这个世界留下的东西 如果母亲还活着 他一定不希望皇帝陛下用他的遗则 去满足个人的野心 可是 你母亲也是希望天下一统啊 我不了解那些很玄妙的事 但我了解女人 那个寂静的夜里 范贤对父亲大人很认真地说道 我只知道母亲如果活着 一定不愿意自己留下的财富 永远被谋杀自己的男人掌握在手中 范尚书那夜沉默了很久 然后点了点头 这一点头 便是两年多过去了 这对大陆上手中留过最多银钱的父子 开始暗中做起了这件注定会震惊天下的事情 或许他们二人做的这件事情 本身就太过不可思议 所以竟是没有任何的势力插到了一丝风声 当然 这也是因为范贤极度谨慎所带来的后果 两年多里 除了暗中的银钱流动之外 他没有动用任何手头的力量 来帮助十家村的成长 这座小村子就像是一个被放羊了的孩子 在漫山的青草间缓缓成长着 至于他长大之后是继续放羊 还是被放羊 那终究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 范贤没有问他 如果很多年后 这个世界上真的出现了两座内裤 范贤会用十家村来做什么 范贤也没有问父亲 身为庆国的臣民 为什么仅仅因为母亲 与那位皇帝老子之间的恩怨 便会做出这样的抉择 从京都逃出的庆渔堂老掌柜 来了十家村 范贤从内裤窃取的工艺机密 来到了十家村 范尚书手中最隐秘的那些实力 也来到了十家村 范贤从天底下各处收刮的银钱 也来了十家村 来到了这座大山深处的洼地里 秘密 金钱 武力 就在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地方发酵 发酵了两年 即便办事父子做得再小心 十家村也已经做好了扩展的准备 做好了一应基础的建设 做好了成为第二座内裤的准备 所以范尚书才会让黑衣刀客给范贤带话 需要大笔的银子 这个时间点 其实比范贤最开始预计的提前了太多 因为从定策之初 他就从来不认为自己能与母亲叶青梅相提并论 叶青梅修建内裤没有用多少年的时间 那是因为有整个清国皇族在支持他 有五竹书保护他 而且他的能力本来就超过范贤太多 范尚书明显看出了范贤的疑惑 温和笑着说道 清于堂的那些老家伙 当年都是参与了内裤建造的老人 这第二次工作呀 总是要顺手一些 范贤笑着摇了摇头 应到 可是还是比想象的要快 当年修内裤的时候 范尚书似乎想到了很多年前 在民北荒地上那些热火朝天的场景 叫了起来 你母亲呀 其实耐不得烦 不愿意去处理这些细物 老五更是一年都不会开一次口的人 所以这些细物俗事都是我做的 原来是当年修建内裤的总监工 难怪石家村会发展得如此迅速 范贤看着父亲 心中不由生起一股佩服之意 暗想皇帝陛下如此忌惮负气 不惜损失百余名虎位 也要刮干净父亲在京中的实力 果然有其原因 而且石家村的位置好 你以前没有来过 所以也没有机会对你说 范尚书依然微笑着 但是眼中的红丝却显露了疲惫 毕竟年纪大了 不论是在丹州还是在此地 这位前任户部尚书 一手负责如此重要的事宜 心神消耗到了极点 范贤在桌上摊开了一张大地图 扑得平平的 范贤凑过去 借着昏暗的灯光 注视着地图上的那些标记符号 因为有标注的关系 他很轻易地在大陆地图的中东部 找到了小小的石家村 他的眼眸渐渐亮了起来 石家村的地理位置 果然如父亲所言 十分奇妙 如果将来真的能够 东南向的这个道路打通 直抵东海之滨 处其东夷城十分简单 但如果石家村这边一直安静着 外面的人却根本不知道 里面发生了什么 如果马上动手 必然会有大批的物资进入 再也不能像两年前那样的蚂蚁搬家 肯定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 所以你的银子即使到了账上 到底动不动手 也不要再做思虑 范贤看出范贤心中的隐隐兴奋 笑着提醒道 范贤的笑容 马上变得苦涩起来 如果真要把石家村 变成民北的内裤 招工是其一 大量物资进入是其一 简易高炉及那些金刚设置 更是不可能瞒过傻子的眼睛 只怕所有人都会猜到这里面 在做什么 而以内裤对于庆国的重要意义来说 只要朝廷发现了丝毫异动 皇帝陛下定会毫不犹豫地发兵北攻 不惜一切代价 强攻东移城 毁掉石家村里心内裤的雏形 当然 即便陛下发兵来攻 石家村的位置特异 容易求援 也不是这么好攻的 发现此时的思考模样 不像是一位庆国的大臣 更像是一个叛臣贼子 他冷漠说道 石家村 本来就是叶家村 你母亲当年的属下 一大半人都出自这个村庄 为了保守这里的秘密 所以叶家村取了一个口字 才成为如今的石家村 而这座村落 本来就是你母亲当年修建内裤时 选择的第一个地点 只不过 唉 只不过是因为 一些别的原因 他将内裤的地点 重新设在了清国内部 与泉州极尽的弥北 我们重新选择石家村 便是相信你母亲的眼光 范贱平静地看着范贤 说道 这个位置 当年除了你母亲和老五之外 就只有我知道 一手难攻是其一 关键在于 这里是天下三方势力 都无法权倾投入之地 范贤沉默许久后说道 宁肯小义谨慎慢些 也不能让陛下察觉到 任何的蛛丝马迹 你母亲已经不在了 就凭我们父子二人 虽然手里有这么多 先天的条件优势 但要凭空在石家村 修建一座内裤 没有数年之功 一国之力 也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半间 微闭双眼 说道 你起意 将内裤搬出庆国 本来就只是想用这个幌子 来威胁陛下 开始时的谨慎 是很必要的 被父亲轻易地一句话 点破了心思 范贤却没有丝毫吃惊之色 轻声说道 即便是幌子 也要做得真一些 而且谁知道 很多年以后的事情呢 陛下毕竟不是神 他也有死的那一天 所以 当你答应了 不大量的银钱 入石家村的那一刻 我就开始怀疑 范贤 睁开双眼 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你认为 陛下真会对陈平平动手吗 范贤沉默片刻后说道 我不知道 范贤的眼光 冷力地逼着他 如果 陛下真的动了呢 范贤沉默 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只是想着 自己不邪所踩的石家村 这座村子 现在还很安静 但将来一定 无比光辉夺目 不管庆国朝廷 内部的事情 怎样发展 无论天下间 会不会有一场大战 但范贤心中 总是抱持着一个态度 内裤不是内裤 他自某事 迢迢而来 应造福于当事之民 而不能成为某人 千军万马的后勤部门 想必叶青梅 也是这样想的 某人想杀了自己 自己的东西 还要帮他去打天下 叶青梅 如果知道这些 心里一定会很痛 范贤很怜惜 自己那位 未曾见过面的母亲 越怜惜 越不想让他心痛 亲爱的听众朋友 感谢您收听 由延道直播讲 时光后继婚姻的 长篇穿越小说 《庆余年》 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点赞 转彩和打赏 本集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